美国国会参议院10月26号晚以52票对48票批准联邦上诉法院法官艾米·康尼·巴雷特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随后不久巴雷特在白宫宣誓就职 说起巴雷特的火箭就任也是一路坎坷 包括来自特朗普一方同党派的反对 来自缅银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苏珊·科林斯加入了参议院全体民主党成员一边 对确认巴雷特出任大法官投了反对票 科林斯说他不投支持票是因为下星期就要选举总统了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至少150年来还没有任何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在记名的表决期间 在没有得到任何少数党成员的支持下获得确认 最高法院有9名大法官巴雷特是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名的第三位大法官 他将使最高法院在意识形态方面向保守派重大倾斜 保守派大法官将拥有6比3的优势 民主党人争辩说 选择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决定应当由总统选举的胜者做出 民主党人说2016年初在那个选举年 共和党人在最高法院空缺协位上的问题就采取了这样的立场 当时民主党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提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 梅里克·加兰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但共和党人拒绝考虑 星期日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推动巴雷特的提名时说 参议院正在做正确的事情 我们正在把这项提名向前推进 美联社报道说 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 称这次表决非法 是一个绝望党派的最后挣扎 巴雷特有可能审议与特朗普有关的选举纠纷 不过 他是否会因为自己是特朗普提名的人选而回避 目前还不清楚 两星期前 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上 巴雷特被问到 是否会回避有关延长选民邮寄选票的最后期限 以及其他两党争议问题的法庭听证 他拒绝回答 那巴雷特就任美国大法官后 会对美国造成怎样的改变呢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乔纳森特雷认为 由巴雷特法官在持枪权和移民案件上的记录来判断 金斯伯格过去投票有多左 巴雷特在最高法院的投票就将会有多用 最高法院保守派占多数的局面和他手中的一票 可以对接下来的几十年起到影响 尤其是在堕胎权和评价医疗法案 也就是奥巴马医改等争议较大的议题上 10月10号 可以确定巴雷特将参加最高法院 有关是否废除美国评价医疗法的新诉讼的听证 特朗普试图推翻这部法律 这部法律在前总统奥巴马推动下 于2010年通过 俗称奥巴马医保 这项法案帮助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 目前在美国新冠病毒病例激增之际 奥巴马医保的存费是很多人所关注的问题 长期以来 共和党人争辩说 奥巴马医保让纳税人花太多的钱 让政府对医疗有太多的控制 2017年共和党人主控的国会 废除了这部法律中要求有支付能力者 必须购买医疗保险的条款 共和党人如今希望最高法院宣布 整部法律无效 他们说 没有了那项强制购买医疗保险的关键条款 法案的其余部分就站不住脚了 除此之外 巴雷特法官在堕胎及同性婚姻方面的法学意见与言论 让他收到了宗教右派的欢迎 但也遭到了自由主义者的强烈反对 但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多次强调 他的信仰并不会影响工作 巴雷特也是一名原职主义者 原职主义认为 法官在解释宪法中的词句时 需要以原作者们创立宪法时的原意出发 许多自由主义者反对这种严格的方式 他们称必须要有与时俱进的空间 在参议院听证会期间 巴雷特试图淡化外界对他拥有党派或个人观点的说法 但几乎没有民主党或共和党人相信 他在最高法院除了是一名一贯的保守派成员外 会做更多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